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这里面 其实你可以去下载到我多年的一个教学的一些办例 今天 10月4号大数据分析进阶应用 办例下载 请扁它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里面就一个压缩档 请你点左上角这个下载的图示 点一下 然后它就稍后会进行下载的动作 像我这边我已经下载好了 可以吗 现在接下来就要开始 请你们开始动手做 请你们 现在做了办例的下载 那我们下载好 这个档案 我们下一步就麻烦请 这些我们都先关掉了 我们就打开资料夹 打开档案总管 打开档案总管 你就点左上角的下载 里面应该可以看到 今天下载下来的这个资料 你可以直接去做解压缩 然后解压缩 那你就会产生这一个 就是在下载里面就多了一个 这个全国人口 好 就有这个资料夹 我们等一下 我们读取资料 是以全国人口3 把资料整个读进来 不要一个一个档案读 而是要以读 整个资料夹里面的资料 为什么呢 因为假设当我们今天拿到 111年9月的人口数资料 我就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放到这个资料夹底下 就好了 对不对 好 现在麻烦请各位去做解压缩 当我们今天安装好Power BI之后 我们的桌面上会有 Power BI的Desktop接近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桌面上没有 那你就可以透过 我现在已经用新的Windows 作为系统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输入Power BI 好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Power BI之后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 是它的骑射画面 也就是告诉你说 Power BI你这边可能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是取得资料 当然有可能你会做开启旧档 开启最近你曾经使用过的旧档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它有论坛 它有它的一个就是教学影片 你可以连接去观看 那当然它希望说你去购买Power BI的授权 那如果说你这边通通都没有要做任何一件事 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关掉 代表我们不需要注册 不需要登入 就可以使用Power BI这套软体 所以这点是我要特别强调 跟你们说明的 所以现在麻烦请各位 打开Power BI软体 就是桌面上的Power BI的Desktop图示 快速点两下 你就可以打开Power BI